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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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开心又回家来了 又看到家人了 很开心 而且能够很开心 跟各位一起在领域真实里 敬拜我们的神 当然首先要再一次 谢谢牧师和教会师 热情地叛待我们 欢迎我们 那你要问过 李诺牧师 还有李诺斯蒙 真的他们是我的朋友 家人在耶稣里 待会我会跟各位更多的解释 很重要 让我们能够明白 基督里的家庭跟家人 是比我们原生的家庭 或者是血缘和家人更重要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耶稣 也这样子说 当他们告诉耶稣说 你的妈妈跟你的兄弟在的时候 他说 谁是我的母亲呢 谁是我的兄弟呢 难道 这些所有爱我的人 不是我的家人吗 所以对我来说 各位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各位身上有耶稣的宝血 如同我身上有耶稣的宝血 同生的你也一样 因为我们里面有同样的灵 我们是属于同一个血脉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我与属神的子民在一起 我真的很爱这个感觉 因为你们真的就是我们 最亲的家人 而且我们真的有血缘关心 所以你的继承 就是我的继承 我的继承 就是你的产业 我们是分享神的荣耀 同时是一起分享神的荣耀 但是以诺慕是特别告诉我 但是如果讲到钱的话 他的钱就还是他的钱 鸣鸣鸣鸣鸣鸯 就要帮我翻译 就算是很难 但是蓝天也已经嗯 這個女子走完之後Francie她的教會會得到一個博士學位 因為Francie的博士學位你知道我會得到什麼博士嗎 長久忍耐 博士畢業了 我們會要準備來慶祝聖誕節 我知道在台灣可能都會延續美國常過來的傳統 也一定會慶祝感恩節 我們加拿大人跟美國人不太一樣 加拿大人跟美國人交得棒 但是加拿大的感恩節也是十月就過完了 我們已經給了神所有應該奉罪給神的 通常我不會再乎美國的感恩節 因為他們就比較晚過 但是這次因為我談到家人要慶祝感恩節 所以我就很開心一天能夠跟各位一起慶祝感恩節 我們要一起來讚美神 但是當我們慶祝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會歡唱這個詩歌說話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現在耶穌是迷馬魅力了 我希望各位可以寫下來 所以你也不用版權 你如果可以寫下來之後 你可以自由地分享 那我要給各位三個重點 就是耶穌以前是誰 而且祂現在是誰 祂已經變成誰 所以在伯利和耶穌出生的時候 祂成為與我們同敗的神 祂是由同女所生 祂是神走在地上 祂離開了祂天上的榮耀 然後成為與我們同敗的神 所以拜個祂耶穌成為為我們來成就的神 祂成為我們的護衛者 並且為我們一個罪 付上的代價 而且祂平址的天賦 原來應該發掉我們身上的憤怒 而讓我們不為自己的罪受到當受的審判 只要我們能夠接受祂成為我們的救助 但是在五旬節 祂成為在我們裡面的神 所以保羅說 不算是我活著 而是在我裡面的耶穌活著 我知道聖誕節 是一個我們很喜歡祝祝的節日 所以我們慶祝我們救主的誕生 因為在那個時候祂成為我們同在的神 但是今天我们很不合理的记忆各位 虽然我们很喜欢把证据放在圣诞节身上 但是我们其实应该更多的来注意复活 我们必须要把更多的注意放在五十年 因为这两个其他的节律事实上跟圣诞节一样重要 是复活才能够使我们能够跨破 五十年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神的荣耀 在我们里面的荣耀彰显能力 今天晚上我要跟各位讨论的主题 主题叫做CIA 在美国还没有CIA之前 就有圣灵CIA 圣灵 是所有情报或者是情志的中心 所以CIA代表的意思就是情报中心 就是聪明智慧的中心 但是圣灵已经有所有的聪明才智还有情资 就是让我们可以在神国里面都运行 美国的政府的运作 还有 而且美国它自己国的运作 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都是关于这个情报局给他们的资料 因为透过情报局CIA 他们会知道 美国人即将要做什么 还有谁是真朋友 谁是真敌人 所以他们终极很多的资讯 好让他们能够正常的 以国家 以政府的形态来运作 而且CIA会给政府足够的资讯 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各位知道 你里面也住着CIA 圣灵 祂就是一个资讯大中心 让你能够明白 如何来在地上操作运行这个生活 而且怎么样来抵挡对抗这个生活的敌人 因为大卫也很清楚地讲这个 大卫说我要从哪里隐藏你的面呢 从你的面前隐藏呢 即使我的床在地狱里面 你依然在那里 所以这个告诉我的是 神的同在是无所不在 即使是在魔鬼在的地方 神的同在都有办法知道 加弹的轨迹即使是在加弹开始发动攻击之前 神要我们仰赖 这样子的情绪 这样子的资讯 是神要亲自提供给我们的 那今天晚上我要跟各位分享 关乎于一点点我自己个人的旅程 让你们能够明白我要分享的到底是什么 大概一年以前 那我就跟你们的巫师一起在帕摩海岛 在巴摩海岛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神挑战我 而且用很暗密的事情来挑战我 他问我 你到底害怕或者是担忧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事 你害怕失去什么 你害怕失去你的家人吗 你害怕失去你的教会吗 你害怕失去你的父母你的救命姐妹吗 或者是你的车子呢 所以神都为了我很多 我就说主啊 这些的确有一些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我很爱的 我是很真实的 我不像我这个人这么是看圣洁 所以我跟神讲话也是很真实的跟他讲 那神就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这些东西放死的时候 你能够带着跟你走吗 我说没办法 所以神说那你说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你为什么会害怕有人会被叛你 为什么害怕有人会被叛你 为什么害怕有人会被叛你 为什么会害怕有人会被叛你 为什么会害怕有人偷走你的财产 或者是拿走你的 应该是属于你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突然间真的就转换了我的心思意 因为这个世界上我真的是一无所有 没有什么是真的属于我的 那我可以换出他说这样子告诉你 我可以换出他说这样子告诉你 我可以换出他说这样子告诉你 因为神也比喻教会跟他自己是一个婚姻的关系 神说如果你在想的是神国 你就会明白事实上 所有东西这个拥有权都不是你的 所有权都不是你的 因为神也比喻教会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可以很真实的跟他讲 你的太太不是属于你的 神也有可能 我们每一天任何一天都是要让师母到天上去陪他 所以神也可能是要互交师母进入五官 这个拥有权是这个地上没有的 所以我们的上坡亲子 我们并没有拥有他们 那在更高的地方 我不是说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两个人身上 如果他明天是个女生 如果明天他绝对去追另外一个女生呢 你不能杀了他 虽然我只要你懂得这样想 你不能杀了他 因为他不是属于你的 他是属于神的 可是我们想要杀人 因为我觉得他的所有就是我的我 我拥有他 他是属于我的 我分享这个 希望各位明白 在八摩海岛神也挑战我 说我要你明白一件事 这个地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的所有全是你的 我的弟兄 甚至你的孩子都不是属于你的 他们是神 来自神的礼物 神只是给你一个照顾他们的机会 他们不是属于你的 所以你脑子里面如果真的有这样想 当他们能让你失误啊 或者是离开你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事实上你一开始就没有拥有他们 你根本来就不是属于你 你就只能够放手让他们走 所以神所挑战我的事 同时对我来说是很苦涂的 因为当你与神进入一个更深的关系 这两天 所有你之前所相信的都被调整 都被转化 你对事情的了解也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你真的会进入一个自由的感受 你真的会觉得 你会觉得这些伤害你的人 你会听他们觉得很难或很厉害 你会真的用你遥述 因为你会知道 这所有的痛苦之路上 也都不是属于你 而是属于神的 所以在这个法宝还叫 我之前就认识我的人 他们知道对于某些事情 我会很容易生气 可能有人比较碰到我的家人 或是有人说我不好的话 我的生命好像就被翻过来一样 那我就会记起来 我以前当孔子分子的时候所学会的 我就想起来说 嗯 这个人怎么处理 可能会比较高三一点 而且我也会讲这样的话 我会先当爱他们 让他们先痛 骨头断掉 但是神突然间让我的心 为这些之前我很气的人 让我的心会柔化 突然间神让我看到 给我这个洞见 就是让我看见他们心里 正在发生的这个小话 突然间神就给我这个管道 让我可以用正确的方式来为他们祷告 我的眼睛被打开 在看见他们所面临的挣扎 而且看见他们真实需要释放 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做这些他们做伤害我的事 突然间我好像 就能够取得这些分析的挣扎 是我以前没有的 因为我完全的依靠他们 我那时候很开心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站到世界的顶端了 我觉得我真的是在鱼上飞 在我家里的人 像我教会里的人 包括在这里的职业部室 我就会说 拜托 那个鱼上飞 你可不可以先稍微下来一下 跟我们讲话 因为你这么要飞飞飞 跟你讲说听不到有话 听不到 所以我才不要下去 因为在鱼上跟神一起是很棒的 但是我又经过了下一个过程 神要教导我更大的事 祂告诉我 我要真的是像你的智慧 能够更大 现在 祂到地天城还是这样做 在我来到台湾之前 我在医院待了七个礼拜的时间 七个礼拜真的是我生病当中最棒的时刻 我就是送了一个脑部的手术 感谢神他们在动完脑部手术之后 就是给我做了一个检查 然后他们就发现 照X光档直接空空 都没有 都没有 是空的 这样有听我这个笑话吗 没有 他们就会玩个天 就是阿里博士有一天 他做完了脑部手术 然后呢他就说医生就说 好那我们来 就要可以做MRI要检查 上面 就是东西还在不在 做完手术 然后MRI打过去之后呢 就发现没有了 而且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空空的 可以懂吗 有吗 好 好 里面 是个 film 有时候呢 有些笑话说 咱们发音 不能翻,很多時候我只能這樣看著他 那所以我在中國的時候 我在醫院的時候 人家的校長沒有聽到 在醫院的時候就做了一個腦部的手術 然後在腦部手術的肛中 他們就發現 我有一腦癌 而且是第四腦 想想看 我當下知道這個腦部的時候 我有情緒 因為一腦癌第四腦 發生的時候你要做的事情應該是 愛你喔 真的是能夠天堂見了 很開心看到你 就是一到一一去一字 紀錄就是沒有做的 但是神的手 神的身體之繁也不是 神是怎麼樣能夠 真的透過去紀錄科技 然後醫術 但是在这七个礼拜当中,在医院里,我跟神的关系跟经验真的是非常宝贵 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楼面其实就是一个情谊 所以刚才牧师说你要跟旁边的人说今天你坐在这里是神的恩典 我就跟我旁边的人说真的牧师真的不知道他感觉多真实 因为我们坐在这里真的是选择楼 如果没有选择楼,没有办法再做 所以这个礼拜当中就开始跟我讲非常重要的一些权利 所以当我们拿到礼拜天在医民牧师教会讲到的内容影片的时候 后来我们就会一次给大家讲 因为我没有时间分享礼拜天所讲过的权利 但是我后一天都会分享两个权利 所以今天早上神又再次挑战我 那这个是CIA进入的时刻 神要指引我们的方向跟方式是我们临陷 如果你们想过的想不到的 神问我一个问题是说你是我的朋友吗 你的回答是对啊 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了。 你是神的朋友吗? 对,有些人是神的朋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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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耶稣说的。 今天我称你为我的朋友。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朋友, 但是我们没有与祂面对面的话, 就有问题了。 因为神说摩西是我的朋友, 而且我的摩西讲的方式是面对面。 有多些人可以, 事实上我真的把那个经文看见了, 读了,就开始用他来祷告, 而且跟神说, 神啊,我是你的朋友。 如果我真的需要面对面的看到你。 我们有多少人真的这样做? 我们只是满, 有一些情感上, 好像经历到圣灵了, 感觉圣灵充满我们的情感, 感觉到神在我们的周围了。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进入过这个至圣灯。 而且神明白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经由高兰的保险, 我们是有这个权力直接进入这个至圣灯。 经文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权力直接进入至圣灯。 这个至圣灯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地方。 你在旧约里面, 它是恢复变堂与祢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提供给我们的信任中, 这个至圣灯就是在神的存在里面。 而且在天上。 耶稣说, 我不会持续的停留在这个殿堂里面。 因为当你被耶稣的保险洗尽之后, 你就有这个权力可以进入至圣灯。 你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至圣灯, 在天上的至圣灯。 神不需要再继续下来教导我们, 使我们随时都有权力上去。 所以我的弟兄姐妹说, 我要告诉你, 神的话语, 要不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我们完全相信。 那不然的话, 对我们来说, 它就是一个我们拒绝的根本, 就是像神话一样。 如果耶稣清楚告诉我们, 我曾以为我的朋友, 我已经给了你这个通情权, 那我们就真的有这个通情权, 我们有这个通情权, 如果神说, 我跟我的朋友讲话是面对面的讲, 那我们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不应该满足, 直到我们真的能够跟神面对面。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能够跟神面对面, 看见祂。 因为我们身上应该要承载着神的荣耀。 所以保罗会这样说, 人们不再是看到我, 这个保罗, 他们看到是我身上的荣耀, 我里面的荣耀。 所以我们都很会被这个经文, 不再是我活着, 而是我里面的自己活着。 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事实。 因为如果人们看到我们还是, 其实看到我们自己的话, 那就有问题了, 表示我们没有进入这个神的完整荣耀当中。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人然是阿里, 而且你没有看出我里面所带着所存在的事实, 我必须要告诉你说, 我的头神是谁哟, 好让你能够来尊敬我, 或者是接纳我你这个同情的话, 那我真的没有跟神够接近, 够紧密的同情。 如果在街上, 人们没有办法认出你是谁, 没有办法认出你身上带着神的荣耀, 那你就没有跟神够紧密的同情。 因为当你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这些事情发生, 这个神的荣耀, 会让人真的落入他们自己做的事实的修会当中。 所以摩西从穿上下来也必须要盖着他的脸啊, 好让你这个不会被他脸上这个荣耀弄瞎, 只因为摩西与神面对面。 所以我来说摩西应该不要遮住他的脸,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好说过的啊, 是其他的人应该遮住自己的脸, 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到更高处来与神面对面。 所以当神这样挑战我的时候, 我就跟着说神道, 我真是想要与你面对面。 因为他们对我来说, 跟着神走进生活。 所以自从我得住那一天,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特权。 因为我有一个像保罗一样的经验, 神是把整本圣经念给我的。 耶稣自己把整本圣经念给我的。 这个时候我手上都没有本实体圣经, 因为他偏偏在我耳朵旁边, 我一直在读这一点, 一直到之后我买了一本圣经, 然后我开始问他, 这个我们听过的啊。 一直到今天我听见神的声音, 仍然是非常紧张的音音。 但是当神跟我讲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真的是受到挑战, 而且我觉得很惊愧。 我说神道我与你的关系真的还能够好, 因为我听见你的声音, 我却没有与你面对面。 然后神又再挑战我另外一个经节。 他说我的话语里面是怎么说的? 信心是由道而来听见神的话语。 神说当这个话语写出来的时候, 他说是没有圣经的吧? 那如果初代教会他们没有圣经的话, 他们到底是怎么过生活的? 他们听见神的声音。 他们并没有说圣经是由独神话而来。 他们说圣经是由听道而来。 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 我们没有办法使大山移动, 我们没有办法转化列国。 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没有听见祂的声音。 好,让我们能够行走到一个新的方向, 行走到神的方式和道路里。 这是我离开医院之后, 这就成为了我主要的信心。 神说你要表证我的教会。 因为是我的教会该与我面对面, 清楚听见我的声音的时候了。 所以他们来说, 祷告,敬拜不够。 因为他们需要能够看见,听见我想要对教会说的话。 因为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教导过你们。 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他们告诉耶稣, 问他说, 让我们看见天父的时候, 耶稣的回答是, 我只做我天父做的事情, 我看见我天父做的事情。 你们放心, 这种如同看见天父了。 因为我只做我看见天父在天上做的事情。 所以我的弟兄姐妹们, 这是一个给基督知体的大挑战包裹。 如果耶稣真的住在我里面, 如果耶稣真的活在我里面, 如果耶稣真的活在我里面, 如果我真实相信现在基督活在我里面, 那我应该现在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天父在天上做什么。 因为现在耶稣应该是我的眼睛, 是我的耳朵, 是应该是我的眼睛, 所以我应该能够看见天父在天上做什么, 说什么。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话, 那就有问题了, 我们终于想这个基督真的到底有没有活在我们里面。 还是基督只是我生命当中的过客人, 而不是真的活在我里面。 有时候神要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来引起我们的注意。 。 我知道神爱我, 我知道神不是爱我, 就像神爱你一样。 那我总是这样告诉神, 什么。 自从到马摩岛之后, 我不在乎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什么主要意义, 我不在乎那个屎与别人上的关系, 我也不在乎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 我的教会, 大家给我祷告。 人们也在神眼前, 我拜求, 然后呢, 有很多人为我, 拿到医治, 让我能够得到屎天的医治,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会为人找到医治他们就好了。 而且我妈预言这个人会得到什么, 他们就真的得到了。 然后没有办法怀疑的, 我帮他们找到医治小孩了, 没有办法怀疑的, 因为我身边看到很多神经病的发生, 但是我竟然没有办法怀疑我自己。 那我真的感谢神, 因为神要引起我, 因为我太忙了来做神活的事情, 而不是跟祂有一个真实的相遇。 所以现在我真的明白这个地点, 保证说, 我真的已经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争。 我现在明白了, 我真的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争。 我真的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争。 而且我打, 有时候打的仗是关起门, 还打得上, 没有人能看见的。 那大家看见的只是神给我的天线, 这些只欲言其足迹的时候, 他们看见我怎么样碰触人的, 得到医护, 看到我怎么样实在是一个疯狂。 但是没有人看见我在秘密处, 必须要打个仗。 所以每一次我在增加我的痛苦当中, 神所告诉我的只是我的痕迹够没有用。 所以当人来告诉我, 他们面临什么问题, 你会说, 哇! 你这个就叫做大问题吗? 你如果站在我的位置, 像两秒钟的时间, 你才会知道什么是问题。 你可能跟我一起搭飞机, 你才会知道什么是大问题。 所以当我在台湾的时候, 来做神活的工作, 我可能已经死过三次, 直到我降落之前。 7月份的时候, 我的属灵儿子从温哥华去跟我一起飞到台湾, 然后他整个飞行人员里说, 他都很紧张, 因为他在增加我的状况, 因为他被人最高, 然后空气这个气压到我的脑袋, 那些人员里说我的状况, 然后我的属灵儿子就一直打到说, 拜托你不要让他在这个飞行人员, 坐在我旁边死掉。 所以我就告诉他, 你现在知道这件事, 是每次都一起运行的, 是安心的。 如果今天每一趟都来台湾回婚的话, 他都不敢睡觉, 因为整套旅程, 他必须要不断的警醒带导, 只是为了让我活着不要死掉。 但是他根本不可以要让我活着, 我竟然不知道他死的, 然后真的是要给你上笑话。 那我会改天再跟你讲这个笑话, 不是笑话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是因为不能够弄起来。 但是对我来说, 我自己这些恐强是好的, 我得了一障碍, 而且必须要在医院这么久的时间, 因为神真的遇见我, 是一体全从来没有做的方式。 然后他对我说, 我要给你这么管道, 让你可以我面对面。 但是我要给你的这个通行证, 你必须要自己努力得到。 我要让你先看到一点点与我, 面对你什么样子。 但是你不要觉得, 这是一种生活能, 而是你必须要持守更深入。 必须要是一个生活模式, 你能够为神, 为神的荣耀摆上一切。 然后他给我六个点, 就是怎么样来祷告。 那在上周六, 我有在医院室的荣耀里面分享一些。 那早上,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 然后神总来到我的面前。 他说, 爱你的祷告有一个大问题。 我就说, 我不是已经讲完六点, 都已经讲清楚了吗? 他说, 我给你的是一步一步, 因为我不能够一下子给你全部。 他对我说, 不要再说主啊, 不要说神。 当你祷告的时候, 因为主, 可以是任何方法。 主可能是一个人, 或者是主, 也可能是一个永久的公共地的人。 那神可能更多啦, 可能有些人觉得他们的神是阿拉斯, 阿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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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祖是什么。 他说, 他说, 但是我的话语不是清楚的, 告诉你, 教了你吗? 首先, 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 你必须要透过称呼阿拉斯, 来进入天堂。 不要来到我们, 可以说欧主阿。 因为当你说欧主阿的时候, 就好像是欧, 姓成的。 那主信的都会说在这里啊。 所以呢, 如果你的名字是, 帝恩牧师他也姓成, 你如果说姓成的叫帝恩的, 他就会站起来啦。 那如果你是很清楚的说, 不是姓成的, 你说, 帝恩贱你过来, 那他就会很快的过来。 所以天父, 天父, 阿拉斯, 你必须要真的是很清楚, 你必须要能够先认, 你认你现在想要接近的是谁。 因为如果你说神的话, 事实上这些假神都可能会回避, 也都可能就在你身边。 如果你如果说主的话, 也可能他们都在你身边。 会为圣体祈求, 教父我们, 仇敌来, 就是要杀害、掠掠、 迫害、 来偷窃, 所以他也可能偷走你的祷告。 他说, 你不要只说主啊, 你要先从天父开始, 然后, 我有一个名字, 是超乎那名之上的名字, 耶稣。 你说, 我需要以耶稣的名来到你面, 所以我们的祷告里面也是有附序的, 我们通常祷告不是讲到乐乐等于大天, 最后才说我们耶稣的名,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是先吃完全部的饭, 然后过来再祷告吃饭? 我们不是先吃饭再谢饭, 我们一定是先谢饭祷告再吃饭啊, 因为我们要先用对的次序先把祝福, 然后通过食物带进来, 神经常都告诉我, 因为我们没有用对的次序, 而且用对的名字来使用我们祷告的人坐下, 所有的仇敌, 邪恶的力量都站在我们跟神中间, 然后所有摧毁使用我们所有的祷告, 所以突然间我从今天开始我的祷告, 你必须要呼叫耶稣的名, 你必须要呼叫天父, 天父我来到你面前,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女, 所以在你面前我要告诉你, 你求的是什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耶稣的名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提到耶稣的名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贵在耶稣的名前, 连地域邪恶的力量都没有办法抵挡, 世界上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抵挡, 他们的经文清楚地教导我, 奉耶稣基督的, 因为耶稣基督被高举在罪上面, 在我们开口收散, 所以这些其他几个病量都没有办法来控制你的生命,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是我们必须要紧紧抓住的, 所以同样的神也告诉我, 你先祷告,谢拜再吃饭, 你也应该在祷告的时候先, 吃饭的时候先用我的名字开始, 我们应该要来呼求耶稣基督, 应该要来呼求天父的名, 因为神的灵会印证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出生人, 对,这个就是CIA要进来的地方了, 当我们在祷告, 从我们里面的CIA情报中心来祷告的时候, 这个纪念的灵会印证耶稣基督神的身份的时候, 这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经文里面说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高举耶稣基督神的名字, 所以我们必须要高举耶稣基督神的名字, 我们里面的圣灵必须要能够有这个管道, 透过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神的名字, 今天晚上我希望你明白, 如果你开始用不同的祷告方式, 你开始在祷告生命当中先做一些求求的转变, 你会看见马上有一个转变和转化, 特别是在你一直在那些求求的事情上面, 你会发现突然间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更新, 而且是以一个以前没有看过的方式, 所以我们之前在台东跟鱼屋是跟你的目的, 那时候突然没有地震, 整个建筑物都摇了, 突然间我只能够说, Hallelujah, Francis在隔壁房间听见她喊Hallelujah, Francis大喊, 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这个大饭店会整个东西, 都说别人啊, 我说如果我快死了, 那就让我赞美神, 你赞美神就放进去, 因为当你里面有圣灵的时候, 你真的不会想你现在, 下一秒钟会生还是会生, 你只会想你要怎么样来赞美神, 怎么样来荣耀她, 所以当神今天跟我讲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说阿里, 有多少人就是有事情, 特别是有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说Hallelujah, 第一个反应是讲美我的, 有多少人是当坏事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 我们会说神啊, 我怎么这个事情会发生, 所以圣灵真的今天挑战我, 他说从今天开始, 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事情只要是坏人了, 或者是坏人了, 或者是坏人的事情发生了, 你立刻要开始赞美我, 因为只有赞美这个恩高才能都打破挟制这个世界的恶, 这个是之后神对我说的, 他说, 另外一个我想是做讨论的经文, 我难道没有告诉你, 神会指引义人的道路吗? 我说是啊, 代表我们一定是会从得胜到得胜, 因为你指引我们的脚步, 你弄不虚, 神告诉我, 错了, 我的确会指引你的脚步, 但是这不代表, 是会从得胜到得胜, 不代表你会经历过程, 每一步你跨出去的都是一个过程, 每一步你踏出去都是全新的银刻, 我让你换出这一步, 是因为我有什么必须致死你里面的一些事情或东西, 所以我才问在经文里面说,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力去, 我的经文里面哪里有告诉你, 说我指引你的每一步, 只会是每一步都是荣耀荣耀, 叫哈雷路遥呢? 听我里面哪里有读到这样? 每一步你未曾跨出去的步伐, 每一步都会是荣耀荣耀吗? 我们必须要走过燃热火, 我们必须要走过各样的战地, 因为神想要杀死我里面的阿里, 好让基督能够走过来。 所以我才会说, 主啊,谢谢你, 因为你指引我的脚步, 今天我才在讲, 主啊,谢谢你指引我的脚步一路走进医院去, 另外,如果你没有指引我的脚步到医院里, 我就不可能与你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我就没有办法用现在的方式来认识你, 我就没有办法谦卑, 你我现在谦卑的样式, 今天我没有办法给你什么, 没有什么是你能从我这里领受的。 但是,我里面的耶稣却有所有你所需要的。 所以,我可以给你的是, 让你真的能够对灵力有一个提高的角度, 让你能够完整地能够进入圣灵的工作, 因为是他能承受的, 才是超乎我们所求的。 我今天就会告诉你, 就觉得是真实的, 而且是你可不可以做到的, 就是与他们对你。 但是,我们有一些会否的调整跟状变需要先发生。 你知道我们都很习惯当教导, 在英文也是在中文, 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说主啊, 主啊! 主啊! 东西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要这样做。 他们告诉我们, 你要先分天父, 首先要先荣耀尊宠天父的名,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愿人都遵御的名为圣。 然后,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荣耀尊宠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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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你的名, 因为你的名是为你的名, 你配得我们的天宠。 天父,我们感谢你, 对你给我们的恩典, 错过我们的儿子耶稣, 你给我们的恩典。 因为如果没有透过耶稣来的恩典, 我们甚至不能称你为父。 你以前是因为有决定的时候, 我们甚至做着不爱的名字, 用写的写上来。 但是从你儿子耶稣基督, 你今天我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但是从你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我今天在请求你, 你能够让苗栗有一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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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s name I ask, 耶稣基督的名我将的仇。 你打破这你每一个仇。 你打破这你每一个仇。 你耶稣的名我来。 因你都 aimed at you and bring your mother, that you through your Holy Spirit will move upon every heart, every mind and every spirit, 让你能够在这块土地上, 在每一圈的身心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来并且建设, 让你能够去放在这里被奴隽的, 让你能够去放在这里被奴隽的, 让他们离他们, 从各样破坏的灵状中得自由。 I ask for my family to be saved,in Jesus' name,Jesus,I call upon your name today,Who is above all names,that you save my marriage,that you save my family,that you save my children,Jesus,I'm calling you,I'm not calling God that is all,I'm not calling the Lord,I'm calling your Jesus, Jesus,I come,because I know you are the only answer,and I'm telling you,my brothers,my sisters,when you hear the voice of God,when God talks to you face to face, 突然间你的祷告生命必定会变,突然间你就会用这个通信叫做这个完道,你会知道以前你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如果是我们从现在开始用这个方式祷告,我们开始用耶稣的礼来祷告,而不是使称主啊,主要说,爱是意思说, 对你给我们的今天使用这个答案,我们就必有移开以前动不了的大山,我全心相信, 众敌真的偷走了我们的道大,我真的全心相信,这个黑暗掌权是在暗处的,我不知道, 我们知道中文 但是我知道英文 一开始 Lord就是主这个字 是给一个人的 然后之后呢 才会被帝佑 但是 Lord这个字在英文 代表他要求主 为主 为主 事实上跟耶稣 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个话语 我们嘴巴里面说出来 什么是很重要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生命跟死亡 都是在我们的身后上 所以当我们打开 你释放出一个话语的时候 不管在你 说病有什么样的 你就会抓住 你所说的这个话语 我真的相信 当我们开始 什么耶稣等你的时候 事情就必须 要得到转变 事情就必须 要得到释放 今天晚上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 我的事实在哪里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神同时希望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听见他 因为当情报局的人来跟总统讲话的时候 总统就会听 总统是不说话的 他会听 今天我们都讲太多话了 在我们的祷告生命里 而且我们听得太少 神让我们做的是更多的聆听 当你祷告的时候 当你祷告的时候 这个是神用我 请求我问的 比如说你花一个小时祷告 甚至五分钟祷告 你可能祷告一分钟 但是要听四分钟 祷告半个小时 然后另外半个小时 是灵聘 神不需要你一直跟他报告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是你需要听见神要跟你讲什么 让神来跟你报告 所以当你就是用GPS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按GPS 就是从台北怎么样到这里来 我们不是跟GPS一起讲话 是GPS跟我们讲要怎么走 是GPS说你左转你右转你直走 所以当我们犯错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跟GPS说你走错 是GPS会告诉我们 说我没有叫你走这里啊 我叫你左转 所以这也是圣灵想要做的 所以当你的祷告 就像输入地址一样输进去的时候 你把你的祷告输进了生活系统 你又开始听 好让祂可以持远的道路 而且能够带我们走到我们 那祂必定可以带我们走进我们的命定 而不是走进我们的历史 祂希望带我们走到我们的命定 而不是历史 这个是今天晚上神让你知道的 明天我会跟各位分享 就是你放手 有多重要 而且是哪些事情会拦阜你 让你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 没有办法与神的声音 其实我本校反过来一点 但是树林做错 是要用这个方法的 因为如果我是先讲明天晚上的 明天再讲明天晚上的 会比较好像有道理 你家里面有《Jeopardy》吗 有《Jeopardy》吗 有《Jeopardy》吗 在《Jeopardy》 有一个电视节目叫《Jeopardy》 我们以前也有过 最类的商电视的一质问答案 他们会给你答案 但是你必须要问出这个问题 神也说你先给他们答案 然后你再告诉他们 问你是谁 所以今天我们要处理这个婚礼的部分 就是我们需要放手的东西 我真的祷告今天晚上 你的眼睛能够不会打疼吗 我都一起来祷告 你会去亲 右手就是给我们处不到 亲友谣的 你有没有想要看见什么 如果你真的可以看见他 你真的可以看见他 就像耶稣看见天父的样子 你可不可以与我一起祷告天父 我跟着你的话语来到可见前 我来到可见前 天父也称呼我们为你的奉用 我写给你的眼前 我写给你的眼睛 我写 Colonel的眼睛 我写下你的眼睛 到平曹 要看见他 有人 wi-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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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都要及vid 从你耳朵的耳朵来听见你的声音 对我的家人社区国家 他们都需要知道真理 他们死了 数百万人都在往地走 因为他们都没有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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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候对他们的说 有关联的话 他们都没有听见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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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会使人,我们会使人,可以让我们自由地承受的。 我们在我们的街上,我们都是很多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拜着神的荣庙,神的约会在我们里面。 and everything that is sin and everything that is growing and shawling 所有无圣洁所有的罪都必死去 because the presence of god because the presence of god through my being through my being through my being hearing you hearing you has entered into that place and entered into that place for you truly don't honor god with us you are now god in us you are god in you and now you are going to manifest yourself to us and now you are going to manifest yourself to us father 天父 in the name of your son jesus you are now i pray for everybody i pray for everyone i will be in you i will be in you to the heavens to the heavens i pray i pray i pray in the name of jesus i give them the experience that you made me i give them the experience that you made me i let them live the waters i come into the holy supports 如果进到这个圈上所 面对面看见你 你如果告诉他们 你存在的真理 你有给他们的秘密 暗处的意思 就像你如何跟土略王说 你说 你跟土略王说 我要给你暗处的财报 因为我已经见识了 来用你好我的名字 而且我们是你的朋友 我们是你的朋友 你跟外方人的教会说 你跟外方人的教会说 你跟台湾人的教会说 你跟加拿大教会说 你们在中国的教会说 你跟世上的列国的教会说 是我们的责任要将以色列再次带回天主心中 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话就是 是你给我们登圣 而且财宝 暗处的财宝 耶稣求你让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做 会让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的眼睛 进入新的层面 让我们能够成就 尽管口中 是眼未曾耳见 耳未曾听见 而人心也无法测读 神 为你勤勉 寻求 祂的人所预备的 今天 祂 今天晚上 求你来做 祂 祂 为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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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 在台湾 从我们先开始 从苗栗先开始 神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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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祢能够得救 我们自由的方式 是当我们真的会在祈祷 我们一起跟祈祷 耶稣我们需要祢 耶稣我们需要祢 我们不需要政治家 我们不需要习户 我们不需要信心 我们需要耶稣 所以耶稣你心情 在祷告你心情巴巴 耶稣在祷告你心情巴巴 在台湾耶稣我们心情巴巴 在大西心情巴巴 我们心情巴巴 我们需要祢的荣耀 透过我们闪耀出来 让我们能够真实地得到转变 台湾中华民国 为了祢的荣耀 那么多多四个人 我们亲自身边的 接近你旁边的手 祢然要亲自身边的手 祢为聚会告诉我们 包括三人彼此同意 祢聚会认为基督的领去 以及并同意的救了成就 告诉你旁边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让你留下这个,因为圣灵说我只要你。 圣灵现在告诉我,所以我会常告诉你。 你会为什么? 我可以跟你讲话,因为你是我朋友。 有时候,我害怕看到人,所以你是我朋友,我会跟你说。 神告诉我,全世界, 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分裂? 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面对面看见我,他们也没有听见我的圣灵。 他们是让自己的聪明才是智慧所做的事, 而且是用他们了解圣经的方式来做事。 但是如果他们全部的人都能够对面的见到我,而且能够去见我, 那他们脉胞讲出来的就一定是同样的话, 而且是在逻辑当中,不会再有这个运动,那个运动。 只会有一个运动,就是CIA运动。 是神的CIA运动。 是神的CIA运动。 所以告诉在地上的神佛,这是我们要做的事。 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教会都会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祷告。 所以祷告,你莫或是说出来的,也是我说出来的。 你莫或是听见的,祂里会听见。 因为我不要依靠自己的职位, 也不要依靠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恩之士。 因为如果我们是彼此的真朋友, 而且我们同样是神的朋友之后, 我们应该要为同样的事情登战。 我们应该要一起被提升,来面对面看见神。 所以祷告你,让你上次荣誉教会来荣誉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面的看见神。 我们都必须要以他人的身份一起去。 不然的话,你们没有办法不够促复。 我们没有办法作为一种神乎教我们的中国力量, 不仅仅是荣誉教会的家庭。 林阳堂和南阳堂。 每一天教会, 用我们都能够一同一见。 客户是助我们的同等一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